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想抢占他们的一个制高点 想能够笼络更多的消费者 那么对于他们各种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预售方案 作为消费者来说你能不能够说理智地来应对 您会说赶紧准备好你的各方面的需要的东西 包括你的电脑 手机 网速够不够等等等等 是赶紧去准备装好你的各种货物准备要下单 还是说我干脆不理会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预售方案 我袖手旁观 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 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 您可以通过互动平台一起来参与讨论 您同时有机会获得由门窗木墙五金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背景 双十一临近 相比往年 今年的电商促销规则更加复杂 消费者网购的时候不做足功课 想做个剁手党都不容易 以今年一些商家的预售规则为例 其中包含预售 定金 膨胀金 各类满减红包 直降红包 返线券等优惠券 以及七天或三十天保价政策 网友们看完以后纷纷吐槽 买个百十元的东西得花几个小时研究各类规则 有媒体总结了预售模式的几个陷阱 一 预售的商品必须单独购买 无法合并订单 获得优惠幅度并不如想象的大 二 用券限制多 既不明示也不同意退款 三 优惠券限制人数 又不公布名单 过程不透明 此外 在有的电商网站上 传统的红包已经变身为全球狂欢红包 火炬红包 群战队红包 品牌狂欢城红包 和线下A2红包等五种 数额从几块钱到千元不等 但是 有的可以直接抵扣 有的要付定金以后才能抵扣 有网友表示 要货比三加 感觉简单算术已经不能解决问题 没有点奥数功底都无从下手 好 看了刚才这样一个背景 这些短片介绍的 各种各样的预售方案之后 各位是不是觉得也真的是有些眼花缭乱 不知道到底这些预售方案 你能不能够看得明白 自己到底能不能够从中能够占到一点便宜 听听你的说法 我觉得作为一个不太理智的女性消费者 这个时候不买 什么时候买 所以说我肯定是选择买买买的 而且这是一个全年当中这么大的一个节庆 而且大家回想一下 双11都做了第八个年头了 大家都还是要在这个时候集中去购买 其实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虽然它也有很多你可能看不懂的优惠规则 但是最终还是会有这么一点点的获利 而且其实据我观察 买了这么多年 我们参加双11从来都不是说 我今天突然间想到正好也是双11 我就很偶然的去买 而是其实我可能在前期就已经买 我想要买的货物已经看了又看比了又比 放到了购物车里 所以说其实这个价格上面是有对比的 到双11那天到底有没有优惠 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而且消费者现在也越来越聪明了 我相信也不可能有商家是 我就是要专这个空子 我就作弊 我就在那个时候把价格抬高高 然后再放下来 其实没有任何优惠 那这样它也很快地就会损失它的信誉 所以我还是相信 能在消费者 就是能在这个双11做活动的 还是一定是有争柴实料的优惠的 所以我会选择还是去买 是 这个晚霞呢 它是从一个网购达人的角度来说 它并不是说你双11那天到了 我就盲目地一看谁便宜 谁这个政策更优惠 我就冲进去买谁的 而是之前就做了一个很理性的一个对比 然后再看它最后是不是真的有好处 对于我来讲呢 我是永远都在买必要性的商品 就是我需要我才买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种各种各样的购物节呀 好像离我比较遥远 但是呢我也看了一下 今年这个媒体上 对这个电商平台上 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这种 这种营销的这种 预售的方案 预售的策略呀 看上去非常的复杂 复杂到以至于让人觉得 像奥书一样难了 那么我想呢 这毫无疑问是商家的套路 或者商家的一种营销的方式 新招数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提醒大家的 就是商家可能有这样一种心理 就是现在我们人呢 特别是年轻人呀 有很多的时间浏览在网上面 那么越是难搞的事 越是困难的事 可能越是激起年轻人 这种购买的欲望 和这种兴奋度 他们越想去琢磨 越想去研究 你一研究呢 那么你就留在网上来 你一留在网页上面呢 那些商品就扑面而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是把你吸引到 这个商品的大潮里面去了 我觉得这是营销的 一个成功的地方 那么对我们这个买者来讲呢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控制权永远放在卖家手里面 中国有句俗话 买者没有卖者精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种狂欢的时候 不要丧失你的基本的理性 那么我觉得 这是我要提醒的第一个点 第二个部分我想说的是 就是但凡你有贪便宜的 心理的时候 这种购物者 你一定会不小心 掉到坑里面去 所以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 就是说大家会问说 这么多的复杂的优惠政策 里面有没有坑啊 我会不会被骗啊 我觉得只要你本着 买你需要的商品 带着理性去购物 我觉得这个时候 他进入再多的坑 可能也会 你一定会比太多 您认为就是只要有理性 有坑 我也可以绕过去 是吧 没下 对 就像刚才谈到了说 这个有便宜啊 你觉得会是坑 但是呢 还是会有人觉得 这个便宜不占 是傻瓜 更何况今年的这个双十一 虽然是眼花缭乱了 这么多促销的这种方案 但最起码我们即使看不懂 我们也演算不了那些奥数的题目 但最起码你比如说 像今年有一个定金膨胀 有什么意思 你存个一百块钱的定金 你就可以有一个一百五十 或者甚至两百块钱的这种 这个回馈在这里头 这意味着你已经从这当中 省下了五十或一百块钱了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更有趣的 我不晓得各位 你们再有没有注意到 你们有没有花贝 如果你们有花贝的话 这个是你自己的信用额度的积分 这信用额度积分 是跟你线下消费是有关系的 他们做了一个测算 这个测算呢 可能也有一些人觉得很费脑 但是这个测算算出来说 如果你平时在这个线下消费了 这个两百块钱 那双十一那天 你在线上只要消费一百块钱的话 你的收益率是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点一四的 所以这个是很可观的 听起来还是有点绕 有点处杂 反正总归也反正都占着便宜 对 也意味着是你有百分之一点一四的 优惠存在这儿了 你怕啥呢 对不对 你只要有一百块钱 线上消费就好了呀 那你也不会说 去位置被坑到多少钱 你也不用那么大的担心 对吧 更何况我相信我们这么多 以我们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消费来讲 我们也不会说一般的那种 现在为了凑双十一去凑热闹 我们是现在已经在之前 已经在购物车 选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之前我们已经是在相关的 做足了功课 对这些商品 以及它的这个价格做了充分的了解了 是的 所以最后你会确定 不管它多么眼花缭乱的预售方案 你都会觉得 对比一下你之前了解的情况 它只要有实惠 我们还是会愿意去吃个手的 就去买 所以该出手时还是要出手 是的 更何况双十一凑个热闹也好 是的 那对于这个多数党 就对于网购达人来说 他们也总结了过去 人们在线上消费的时候 遇到的那些坑 或者是那些难解的疙瘩 他们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训 来我们梳理一下 教训一 想好再买定金不退 有网友表示 双十一期间 如果消费者通过定金购买预售商品 会发现 电商要求你必须勾选 我以同意定金不退等预售协议 才能完成支付 但是在网购的时候 大多数人是冲动购物 过后反悔了 找网络电商退定金 反而不像线下实体店那么方便 教训二 双十一过后 还有更划算的促销 有网友表示 去年电商双十一购物节的时候 商家搞促销 他就付了定金 没想到 定金优惠结束后一个月 电商又搞了一个特价活动 竟然比前一个月的优惠力度还要大 教训三 购物周期变长 时间成本增加 有网友吐槽说 双十一买下的一件衣服 收到货以后 他不满意 联系客服想退货 客服一直很忙 不回应 联系快递 快递也说忙 收件得等 各种心累 没有退 看着心更累 其实这些书里的这些网购达人 他们其实也是有购物经验的 他们也遇到这些老人的这种 买卖交易的一些问题 或者坑在那里 那晚霞也是这方面很有经验 你觉得应该怎么才能绕过这些坑 或者你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教训 给大家做提醒 我觉得这个交易 在短时间内突然间暴增 肯定会带来很多不便的 单单就是一个会计 它可能就送不过来了 我就有遇到说 我双十一买的东西可能到了十一月的快结束了 它才到 所以说你要是真的要去买一个很急的东西 跑到双十一去凑热闹 那肯定就是给自己找不便了 那其次就是说 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电商 或者说是购物的一个新手 那么你就去选择一些品牌较大的一些企业 就旗舰店这样的这类的产品 或者是优惠来享受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店 它可能它的这个容纳量 或者是它的接待的能力 以及它的备货的能力 它都会比较强一些 那它可以应付这个高频次的这种消费 然后呢 它的价格还不一定会左右浮动很多 就不会出现像第二个教训里面说的说 它第二天 怎么还就有 下一个月又来一个特价 比原来还便宜 你这心里面就不平衡了 所以你可以去找这种比较 价格比较会实在一些的这种企业平台 或者说是品牌的店来购买 这是我的经验 再说说你的经验有没有 对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作为我们网购者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真的是火眼金睛 第一个火眼金睛就像说 我们一定真的要找好那个真正的店家 真正的店家 比如说像旗舰店 他们这种大品牌的旗下呢 它的克服能力很强 它的所有的这些成本的把控也是非常严格的 因此呢 它在这个标价的过程当中 也真的是实实在在的 而且在这个环节过程当中 因为整个集中性的这种大促销活动 为他们节省了很多的成本 比如说库存成本 克服成本 这些成本节省下来你看不见 因此它愿意把这个优惠 直接给到我们这些网民们 所以 你们两个都说到了 要认准旗舰店 我也注意到了 有些呢 真的是就是直接写一个 什么什么品牌旗舰店 那这个旗舰店到底是随意自己就挂上去的 你辨别不了真伪 还是说是经过 真的是某大品牌授权的旗舰店 有什么样的经验 可以能够鉴别清楚 在这个旗舰店过程当中 第一个是他们的信用等级 这是很重要 比如说是这个皇冠钻石还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 第二个是因为这些旗舰店 它一般都是在开在天猫上 天猫上我们大家都知道 作为一个天猫的这种店 它是已经是被认证的 所以它是不可以随便信口持黄 说我想挂一个旗舰店 就可以挂这么个品牌来的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还是要慎重思胜 这是一 但是呢 旗舰店还是有保障 第二个 我觉得货比十加 这还不是三加 货比十加就是真的 很容易 在网上比 太容易比了 对 而且它透过大数据 给到我们的很多的这些 这个对比 可能我们会更容易去分析 判断和增加 那还有最重要就是 我们的心理调试 既然你要占这个便宜的 那我们呢 你已经有受贿了 对吧 那我们谁受贿 谁就要承担 我们该承担的那些责任和代价了吧 不留来 慢就慢吧 因为你占到了 这个价格上的一些优惠的便宜 张博士好像很不屑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房坑 哪有这么复杂呀 很简单啊 我观察到就是女性们呢 很容易忘了一个事 就是到底最终 你这狂环节过完了 你包里多少钱没有了 要算一个总账 他不是有预算的吗 应该是 我觉得商家最需要的是 通过各种小商品的优惠政策 不断地吸引你 最后你买了一大堆有用的没用的 把钱包里的钱 滑滑滑滑掏光了 这是商家最喜欢看到的 所谓坑了或者优惠了 最终看到的是 你在这里面投入了多少在里面 你投入的越多 但是商家越高兴 无形之中你买了些没用的 你当然觉得你被坑了 所以不是某一个商品上值于不值 而是最终你花掉的这些钱 是不是物有所值 我觉得这是真正以上被坑的那个关键 所以说这些女性同胞们 我觉得大家选择购物的时候 最好把你们的老公都拉上 男朋友拉上 没有男朋友的 赶紧拉一个男孩子在身边 和你一起理性的消费 打把关 让他们不要太冲动 不该买的 再便宜也别买 对了 那是一个购物是否冲动和理智的 这么一个说法 好我们来看看互动平台上 观众朋友参与的情况 静颖陈碧他说 是馅饼还是陷阱 只有被坑了才知道 很执着的一个态度 先买进去再说吧 李明说 看了爱 买了害 买了一堆成祸害 消费要理智 微风盈盈说 对于准备下手的东西 早早关注 按按计算 这样划不划算就知道了 就像我们晚侠 都有这样一个提前量 就是东西先在那里备好了 好好盘算以后 最后再来看 到底有没有得到实惠 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互动平台 来参与节目 您将有机会获得 由门超木桥五级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一份 前面的短片当中 说到了一个定金不退 这样一个事情 定金不退 各位觉得 是不是让买家 处于了一个弱势的地位 这样的条款 是不是有霸王条款之嫌 张博士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定金的用意来自于说 它确保卖家和买家之间 它有一个真实的交易发生 它是防备那种恶意的购买 或者扰乱整个市场行为的虚假购买方式的 就是它代表一个诚心 就是说 以便于商家能够在备货的时候 他好安排备货的量 通过你确定的定金的状态 我觉得 但是这个定金 如果是在卖家和买家之间 他们可以公平地协商 比如说最后确确实实 是因为一些客观的原因 他这个商品 这个交易没有达成 这笔定金到底要不要退 我觉得最好这个权利交付给 买家和卖家之间来协商 而不是通过电商平台这个角度 出台这么一个说 这个定金一律不许退 我觉得这个电商平台 不具备这样的 不具备这样的身份 那么去出台这么一个条款 我觉得这个 是我看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不能够硬性规定 就一律不退 是吧 他们自己去谈是吧 是的 那现在明确的规定 就是你要放定金 放了就别退 那你怎么看 但作为说买家 我们无论如何 我们总觉得我们是弱者 我们呢 虽然也是再怎么样 火眼金睛呢 还是没办法去 逃过那个 蒙幕的那张眼镜 所以呢 有时候还是会出现问题 怎么办呢 那就是只好 我们真的是要去协商 所以我觉得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这个店家啊 还是要看情况 如果说像我们 这个只是 小打小闹的这种 个人单体又少的 那该退的 还是要退给我们 但如果说 他们真的是存在 所谓的欺诈行为 对吧 那种骗店家 去库存的那种 恶意竞争对手的话呢 那我想 那个应该有另外一个渠道 去处理这个事情 而不应该是说什么 一把就定时 说定金不退 我觉得这太不合理了 但是是不是能够 很容易能够区别出来 哪一个是消费者的 并无恶意的一个 退定金的一个愿望要求 哪一个又是属于竞争对手 故意要搞垮这个对方的 这么一个恶意行为 我不知道 其实是很难去界定 因为作为一个电商企业的职员 我想说给商家解释一下 因为其实明天 我刚在家就要上线一些 预付的产品 就预付定金的产品 一些包年的产品的话 它就是预付30 可以抵600 预付50 可以抵3000这样子 所以大家一听 其实就可以感知到 其实预付 其实是很少的一个金额 就30 60几十块钱 所以不可能有商家 是因为我想要赚钱 赚这个定金 我才不给你退掉的 这是其一 其二是 预付这个定金 可能还会除了就是说 它承诺的这个优惠 到当天你可以享受到 其实还可以有别的玩法 比如说 好看在家 它这边预付了定金 它就可以抽奖 那你抽到的奖 其实就是你自己的 那另外的话 它可能还会给你 生成一个二维码的这种海报 就是这种玩法 让你把它发出去 分享出去以后 你还会得到抵用金 这个抵用金 也可以拿来买东西 其实这个也是 给到用户 就是预付定金的一些答谢 但是起到的目的 其实又为了 防止一些人恶意刷单 确实是有这种 企业之间的竞争 恶意竞争 变成说 我就是来给你付 最后我全部都退掉了 所以说我们才会规定 然后你预定的货 变成一个库存 对的 所以商家来说呢 吃亏了 就是被整掉了 对的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 真的是没有办法 也请大家理解 这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说 好 我们不能退 另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事 它其实它明文写了 就是说你可以有选择权 你可以 你如果不接受这个 预付定金不能退 那么你其实可以选择不买 你就不要参与来买这个东西 是吧 好 这个双十一 预售新玩法 到底能不能买到实惠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双十一剁首日临近 你的购物车放满东西了吗 今年的让利优惠规则 推陈出新 红包优惠券 定金膨胀购物津贴 复杂程度 堪比奥数竞赛 是真打折还是假优惠 预售模式坑不少 如何鉴别预防 TV2欢迎亮剑 双十一预售新玩法 能买到实惠吗 好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TV2 继续来关注 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 电商推出各种预售的方案 让人有些眼花缭乱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 到底能不能从中买到实惠呢 欢迎您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 来发表您的看法 您将有机会获得 由门超木桥五级专家 金刚狼有限公司 提供的奖品一份 我们继续来关注 就是这个网络购物 它是一个虚拟的环境当中 来进行的 正因为是虚拟的环境 所以你看不到具体的实物 商家和你又不能够 像这个实体店一样面对面 可能就容易产生一些 比如误会纠纷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是不是应该有政府出面 来在这里面做一些什么事情 让这个购物环境 和购物的过程 更加公开诚信 那天天天张博士 您觉得政府在这里面 应该来做一些什么事情 让它规范起来 首先我想说的是 按理说交易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市场行为 那么在这里面的优惠政策 其实是他们玩的一个游戏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么买家情愿 卖家愿意这么设置 他们自己去玩 按理说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网络购物和实体购物 它有个差别 比如说我们在中山路购物 中山路购物 我们是每一家店 每一家店都是独立的 我们可以发生的交易 额度也比较小 也比较明确 但是在网络上 它是有一个平台 整体管理着无数的商家的 所以他们出台 这种优惠政策的时候 我想一定是这个平台 一定这个平台 作为一个主体方 他们有专家给他们出面 如何布局 今年的整个的营销策略 它可以有数学模型 或有经济学家在里面参与 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 你弄的这么复杂的一个模型 到底里面有没有问题 我们投入进去 我们到底有没有被坑到 我们到底有没有真实的 像我们想象的 享受到那种优惠 像你宣传的那样 老百姓在这个信息获知方面 通过这么复杂的一个策略 一头雾水 我们讲购物 不仅是买到一个 切实可用的实体 还有这个愉悦的购物体验 但是今年这个复杂的 这种营销策略呢 会让人感到很困惑 就是我最后买的过程 已经买完了 我也不太清楚 我到底沾光了 还是吃亏了 这个很困惑 我觉得政府似乎需要 对这个营销策略 进行一个整体性的监控 而且能把这个复杂的策略 通过模型的这种检查 看看它这里面 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我觉得政府像盖章一样 要对它这个营销策略 要有一个确认 你认为就是说 每个商家都要交一份 比如说策划方案 营销报告来交给某部门 然后盖个章 你这个方案可以 你就执行下去 就跟这个摸奖一样 我觉得这是要经过 相关的中间部门的 你说的那个类似于 尤其是属于公正部门 对 要去 再来听听晚霞 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其实做优惠活动 我们商家来 作为商家来说的话 最重要的指标 其实它就是盈利 或者说它的利润率达到多少 如果是把这个东西 都交给政府去衡量的话 其实这个 它来给你把关审定 然后你就照这个方案执行 那我觉得我们商家的这个 财务部门 可能就可以下岗了 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 政府作为这个 怎么说呢 它是统筹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或者是监督的这个角色 它其实很难置走于 这个商业 就是交易的这个过程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 已经有第三方平台了 其实第三方平台 它也可以更好的 去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在天猫上面 或者说是我们在淘宝上面 买东西 在我看来 其实已经非常能够 体谅到消费者的权益了 如果我买的东西 我不满意 我七天无理由退款 商家其实他没有任何的 退货 退货 对 换货 都是可以的 对 我就把这个货物退回去 而且在这个中间 我产生的运费 其实还有一个叫运费险的东西 在之前很多的商家 他都会先给你买好 或者是平台这边 会给你一个勾选 他就一毛钱或者一分钱 但是你要是退货的话 他会把这个运费补给你 其实你就已经没有什么风险了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 如果你的信誉值比较高的话 其实你在退货的过程中 你可能货还没有到 他就已经把退款给到你了 所以这些都是第三方平台 可能给到消费者的一些 维权的政策吧 所以政府在智州 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有必要再做一些什么事情吗 来听听梅夏觉得呢 我觉得在既然是 作为一个新兴的这种 网络行销 营销的这种制度 刚开始的时候 我相信这也是在一个 试水试探的过程当中 政府可能他们也不知道 该如何处理 需要经过一个市场的摸索 和这个碰撞过程当中 出了问题 那这些问题 其实已经不只是一次了 对吧 已经有多次的产生 其实类似于像比如运费险 或者七天这个退换货 这些东西 都是后面逐步形成的一些 对张制度出来的 对的 所以如果说 我们为了让整个这个购物 更有序化的话 我觉得政府在防范 未然这一块 真的就可以出台 一些相关的制度来约束 比如说 像信用等级的鉴别 对吧 你说给商家来一个评级 信用等级 对对 这种鉴别不是像以往说 你靠刷多少的单量 获得多少颗的这种心 再升为皇冠 再升为钻石的 已经不仅仅是这样子 可能是需要透过 真的它的一些 相关的财务制度 财务的数据 税收的数据 那不是还得去查 它的财务的报表 这个其实现在就是因为 国税对于很多商家 特别是网店的商家 很困惑的一点就是在这 所以未来我们我相信 政府也会在这块 税务税收也会在这块 逐渐的完善 第二个我觉得说 就是信用保证制度的这一块 我觉得作为第三方平台 是可以有这个权利 来建构这样的信用制度 包括说保险制度 提供买家与卖家 两者之间的这种合理的保障 信义的保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